大家好,我是大熊,先来看看瑞士和平峰会的后续 6月15至16日瑞士和平峰会召开 关于92个国家8个国际组织参会 最终78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签署瑞士和平峰会宣言 峰会结束后,有12个国家未签署宣言 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达特、亚美亚、巴黎、梵蒂冈、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墨西哥、泰国、伊拉克、约旦 在签署后又撤回宣言 最终14个国家未签署 这14个国家有的是派出代表级别较低 有的是观察员身份 有的是利益相关 有的也不是不同意 宣言主要内容包括 1. 这里于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2. 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3. 乌克兰的核电站和设施 包括扎布罗瑞核电站 必须在乌克兰的完全主权控制架 4. 任何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5. 对黑海和亚洲海的港口 商船袭击是不可接受的 6. 粮食安全 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武器化 7. 必须通过全面交换释放所有战俘 乌克兰儿童以及乌克兰平民必须返回乌克兰 瑞士联邦总统维奥拉·阿赫德在闭幕式上表示 国际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有意愿发起变革 维奥拉·阿赫德表示 对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明白 乌克兰必须在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走上和平之路 峰会宣言内容没有问题 参加峰会的92个国家已经表明态度 也就是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 峰会意义也远远超过峰会本身 戴恩斯基 瑞士外交部表示 正在筹备第二次和平峰会 预计在五个月后 一个是美国十月大选前举行 过去两年多 涉及乌克兰的峰会举办多次 参与国家越来越多 对乌克兰支持越来越多 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远斯基与乌克兰为自己努力赢得尊重 胜利和平 而且西方援助的趋势不会改变 和平不会以错而就 而且战争必将以谈判结束 而这之前将是艰难的战斗 一切终将结束 来看看战场最新消息 哈尔克福地区 乌军一向立不起 沃普昌斯克方向继续反推 俄军被包围在沃普昌斯克 骨料场的有400人 已经陆续开始投降 这对俄军的士气 是个重大打击 乌军还向沃普昌斯克一北猛烈攻击 沃普昌斯克大部分的区域被夺回 俄军数万人进攻一个多月 损失巨大 缓冲驱没建成 15国解禁武器坚持 趋势加速向俄罗斯 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前进 6月16日 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克福称 俄罗斯将继续清理 并在哈尔克福地区建立的缓冲期 以保护别尔哥罗德地区免受炮击 佩斯克福 佩斯克福最新表态意味着俄军 不得不从抽调部队继续增援哈尔克福 人想消耗乌军 最终乌军都将添在哈尔克福 阿富蒂夫卡地区 俄军继续向西推进 发起18次攻击 试图拉平诺沃波克罗夫斯克 曼斯克之间区 但进展有限损失不小 巴木特地区 俄军继续围攻卡西夫亚尔筹编 但未能取得进台 扎伯尔地区 赫尔松地区 马林卡 新海利夫卡地区 俄军多方向发起攻击 战线没有什么变化 库布扬斯克 克雷明纳来曼地区 俄军向多个方向发起攻击 全部的被击退了 乌军向深入赛列布良司机 临去一公里 沿克雷明纳前线推进两公里 俘虏和消灭不少俄军 这是几个月来 乌军在这个地方首次转手为攻 6月17日 乌克兰发布俄军损失数据 俄军人员装备损失进一步增加 乌军炮弹援助都已经到位 俄军前进意味着损失更大 6月14日 ATESH游击队击击俄罗斯斯蒙伦斯克 铁路线上的寄电器柜 导致俄军运输受阻 俄罗斯罗斯托弗一座变天站 遭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发生爆炸 导致罗斯托弗大范围的停电 俄罗斯利佩茨克托拉机厂 和新利佩茨克冶金厂 遭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俄罗斯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又开始行动了 俄乌战场上 俄军更新自己装备 并使用首幅托拉机运送后勤物资 而且大量T62坦克运往前线 这说明什么不言而喻了 6月16日 英国情报部门称 俄罗斯计划提高税收 以维持战争继续 武汉公布价值6万欧元的 乌克兰新型无人艇 该无人艇时速可达55 到75公里每小时 可携带150公斤炸药 攻击范围600公里 用无人艇换舰艇 和黑海舰队确实亏了 超过2750名乌克兰囚犯 已经获释并参军 预计至少有4000名的囚犯 将在第一轮招募中自愿参军 赞恩斯基在瑞士和平峰会证实 丹麦F15战斗机即将抵达乌克兰 波兰参议院副议长米哈乌卡明斯基表示 我们西方世界是白痴 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 重复了同样的错误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瑞士和平峰会有92国参议 78国签署宣言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必须支持乌克兰 否则世界将为之付出更大代价 和平将更加无从谈起 赞恩斯基此前表示 我们奋力抗争 我们每天都在激烈抗争 我们撑过了第二天 然后是第三天 我们预计只能撑三天 他们威胁说72小时后 我们将不复存在 我们经受住了全面战争的第一天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明白 我们必须为每一个明天而战 哈尔科夫州 左落其夫的市场 乌韩人正在出售成熟的草莓 一切无需多言 乌韩空军司令部最近发出一项 令人瞩目的宣告 他们计划将部分F-10战机 部署在北约盟国的领土上 而非直接放在乌韩境内 这一决策无疑为俄罗斯的反击 蒙上了一层深深的明目 俄罗斯空天部队向来 对乌韩境内的机场 实施严密的监控和打击 使得乌韩的战机寿命大大缩短 但如果F-10战机 能够从更安全的北约基地起飞 那无疑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实战能力 和生存时间 就好比把战斗力十足的王牌 藏在了安全屋里 只在需要时才被派出出击 更关键是 这种部署方式不仅能够保护战机 还能够获得盟国更全面的后勤保障 修理加油武器装填等关键环境 都可以在基地内进行 大大缩短的维修时间 要知道 乌韩自身的维修能力 可谓是捉襟见肘 完全无法胜任复杂的F-10战机 但只要把他们外包给北约盟友 就立刻变成了一支 拥有强大后勤支撑的空中利润 俄罗斯方面虽然表现出强硬态度 称不管F-16从何处起飞 只要对俄发动攻击 都是合法打击表 但事实上 要准确鉴别这些战机的来源和行为轨迹 对俄来说并非一时 因为每架F-16都有自己独特的电子指纹 一旦混入了其他国家的基地 俄军很难一眼就分辨出 他们究竟属于哪一方 这样一来 俄罗斯就很难确定 是否应该对这些北约盟国基地 采取打击行动 毕竟这可能会引发 北约援助乌克兰的 共同防御机制启动 可以说 乌克兰这一新马尔法 无疑给俄罗斯的反击 蒙上了一层重重的迷雾 而一旦俄罗斯真的为此 而选择进攻北约盟国 那将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对抗 令整个乌克兰冲突 螺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群节目 不妨给大群节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